在你画水彩的时候 会不会总觉得 怎么脏脏的 咋不通透 颜色还厚 咋还丑 那赶紧的 你试一下下面这几个方法 一 底色清透 底色糊了就基本上都糊了 所以底色你的浅一点 尽量一笔画完 这样你既减少了叠加 又保留了激励质感 顺便你α锁定一下 然后用气笔笔刷 刷一刷渐变色 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 干净清透且颜色丰富的底色了 二 改变叠加模式 把你的水彩涂层模式 从正片叠底改为颜色加深 这样你的颜色 不会因为反复的叠加 变得更黑更厚重 而是变得色彩饱和度更高 然后那个质感还更强烈 三 降低笔刷透明度 改变了涂层模式之后 你可以适当的降低笔刷透明度 这样颜色在更鲜亮的同时 不会显得颜色过度饱和 蜡肿蜡眼睛的蜡肿 这样你就可以很多层涂层同时叠加 然后在最后最深的部分 使用正片叠底涂层模式 这样叠加就会颜色多 四 添加高光 比如花瓶的 不 花瓣的边缘部分 隆起的部分 添加亮部 添加高光 最后你加个点点点点点 然后小星星小月亮啥的 是不是就很好看了吧 这不就通透了吧 赶紧去试 成功了来call我 nice